庆余年二全班人马回归,严冰云换人选,肖战不再出演。 要说到庆余年,第一季可谓是火爆全网,如今在网友的呼唤中,庆余年二终于有了动静,然而网友最关心的,当然是剧中主演的人选。 在第一季的时候,每个人饰演的角色,都给观众太强的代入感。 所以,网友自然强烈要求不要换人选,从官方放出的消息得知,主演人选都能如愿回归,不过严冰云却另用人选,不再是肖战。 那到底这个角色会滑落谁家呢?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。 哈喽,宝宝们,咱们又见面了。 2019年,由张若云、李沁、宋毅、郭启林等人参演的古装剧《庆余年》,在当时喜卷全网,该剧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和饱满的人设,颇受观众喜爱,一度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。 在庆余年的结尾,二皇子暴露出了自己的野心,颜冰云背后投袭放弦,将其刺赏倒地,至此第一步正式结束。 带着这个颇有选念的结局,大家一直在期待着《庆余年2》的到来。 时隔两年,《庆余年2》终于要开机了,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,该剧将在今年的冬季开拍,其他主演更是叙述回归,剧方也算是完成了对观众们的承诺。 众所周知,在《庆余年》这部剧中,有七大主角,分别由张若云、李沁、宋义、郭麒麟、陈道明、武刚、田宇饰演,他们其人几乎承担了该剧所有的剧情线索,故而观众们也一直期待他们可以悉数回归。 日前,《庆余年2》的剧方已经公布演员名单,他们其人均在其中,应该是回归无疑了。 那么,看到这里,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一个人,就是即将在《庆余年2》中成为男二的颜冰云。 在《庆余年》中,颜冰云这个角色出场的时间很短,镜头也不是很多,他是由演员肖战所饰演的, 可是在该剧播出的时候,肖战已经有了一定的人气,因此这个角色也受到了不少的关注。 当爆出要开拍《庆余年2》的时候,有不少观众都在关注肖战是否依旧出演颜冰云这个角色。 如今的肖战,已经是超一流的人气演员,再次回归到《庆余年2》中做配角,可能性很小。 可是,肖战饰演的颜冰云又很经典,而且这部作品本身也是一部经典之作,故而还是有不少人期待肖战的回归。 可是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,颜冰云的人选已经确定并非肖战,据悉,《庆余年2》已经在安排,刘学义出演颜冰云的相关事宜了。 虽然她的人气不及肖战,但是出演男二演冰云也是绰绰有余了。 从咖位和流量的角度来看,她反而比肖战更适合这个角色。 倘若肖战继续出演演冰云,势必会出现配角势头压过主角的现象,咖位更是不好安排。 可是,刘学义就完全不存在这些问题,对于刘学义这个演员,想必大家并不陌生。 凭借刘立周,帝君一决出圈,之后影视剧资源也是非常不错,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是非常到位的。 由她出演颜冰云一决,网友们很是支持,不少人还表示终于等到你,可见剧方新选的这个颜冰云饰演者还是很受观众喜爱的,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接受了。 所以说,演颜冰云这个角色的人选争议还是很大的,不过好在几大主演算是基本定型了,这也给观众打了一剂镇定剂,尤其是张若云,网友对她的期待值简直是拉满了。 当年在《清雨年》中,她作为主演可谓是大火了一把,观众在这部剧中get到张若云的颜值,同时也认可了她的演技。 不过,《清雨年》之后,张若云的影视作品就变得异常低调,丝毫没有维持曝光度,赶紧切上新作品的意思。 当然,比起让张若云在其他影视剧中刷存在感,更多的剧粉还是希望《清雨年》二能早日和观众见面。 不过,《清雨年》二还没有等来,张若云的全谋新作却要来了,有媒体透露,由张若云主演的电视剧《雪中汗刀行》,预计在腾讯视频的第四季度和观众见面。 而,这部剧在剧情内容、演员阵容上的配置,还真不比《清雨年》系列差。 当然,和《清雨年》相比,《雪中汗刀行》的剧情线、人物线都有类似的地方。 从这儿也不难看出,张若云揭演《雪中汗刀行》的野心。 张若云作为当年《清雨年的主演》,驾驭男人系早已轻车熟路。 这次他出演《雪中汗刀行》的男主,大部分的观众还是很放心的,毕竟在预告中也能看出,《雪中汗刀行》虽然与《清雨年》有一定的相似度,但是张若云演绎的方式完全不同。 另外,包括张若云在内,《雪中汗刀行》集结了八大戏股,盛起了这部剧的阵容牌面。 首先就是在这个国庆党,大放异彩的虎君和张天爱,两人在《雪中汗刀行李》,一位是领衔主演,一位是特邀主演,关键是,两人都是观众熟悉的老面孔,在《厂经虎》中的《雷公》以及《乘风》中的《大唇子一绝》上,表现出色。 至于另一位主演李庚西,则是非常年轻的小细鼓,同样是在2019年,李庚西凭借电视剧《小欢喜》,成功被观众记住,虽然很快他就因为负面新闻遭到网友质疑,但是在演技上,李庚西是绝对的天赋选手。 除了这四位之外,高伟光也算得上是一位走实力派路线的演员,在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中,高伟光塑造的东华帝君令人印象深刻,此后,高伟光的热度虽然降了下来, 但是出演的角色都开始向主流圈靠拢,剩下三位戏骨大咖,则是在庆余年中就已经被观众记住的演技派,比如在第一季中,塑造丝里里的李纯,塑造洪思祥的杜月明,以及饰演林若甫的于扬,这一次,他们将会再次与张如云搭档出演《雪中汗刀行》,总而言之,仅从演员阵容上看,《雪中汗刀行》已经凑齐了八大戏骨,这牌面足够撑起《雪中汗刀行》的受视热度了, 对《雪中汗刀行》比较关注的网友都知道,这部剧的导演和编剧都是观众的老熟人,导演宋小飞本身就是圈内很有知名度的口碑专业摄影,虽然在导演经历上并不是很丰富,但是他参与拍摄的影视剧一个比一个给力,至于从书分的角度来说,网券的参与让《雪中汗刀行》更具爆款的潜力, 当然,除了制作版级之外,根据《雪中汗刀行》的预告片花,网友也能管中亏报,在腐化道的质感上,《雪中汗刀行》有着很高级的古风,虽然预告没有突出主线剧情,但是节奏太强了,即便是没有看过原著的人,也完全能被《雪中汗刀行》的预告吸引, 这说明截至目前来看,《雪中汗刀行》在各方面都没有短板,当然,在《雪中汗刀行》正式上线之前,《雪中汗刀行》作品的质量还是无法得到百分百的暴涨,不过这样的阵容班底,《雪中汗刀行》即便不能像《庆域年》那般,掀起现象级的热度,也能保底成为一部收视爆款,作为观众和援助党,《雪中汗刀行》还是值得观众期待的,接下来值得一提的就是李庆了,很多人都说,《庆域年》大火,很多眼睛, 演员都被带火了起来,放肆者郭麒麟,二皇子,刘芮芮,范若若,宋毅,五竹书,童梦石等,都被带上了大荧幕,但是女主李庆却没有那么多人关注,更多的也是关注饭碗CP,然而李庆个人的实力是非常的强的,她本身是唱昆剧出身的,所以身段什么的真的可以说是古装美女了,她的第一部戏是2010年版本的《红楼梦》,她在里面饰演雪宝钗,这部戏之后,就基本定下了李庆, 影视剧的基调,古装片多,《楚桥传》里的原唇演技爆发,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她的实力,但是《楚桥传》也没有让她大火起来,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,李庆的颜值,演技,人品,都是可权可点的,在张若云看来,李庆的演技已经超过了很多科班出身的演员,李庆的资源其实也挺好的,和当红小贤肉合作过,也参加了很多大制作的影视剧,但是为什么李庆就是不火呢? 陈大明曾经评价李庆,说她说话太耿直了,娱乐圈虽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地,但也是蛮混乱的,谁不是为了好好待着,而挑好的说呢? 之前有记者问过李庆,有关体重的问题,李庆就直言,女演员1.65米,100斤就算胖了,这要是其他的艺人,可能会说健康就好,她如此的耿直还是挺得罪人的,但演艺权还是也靠作品说话,有实力才能长存,李庆的能力自然不在话下,但总感觉李庆还是少了一个适合她的出彩的角色,希望以后她可以有大爆火的剧, 不得不说,李庆虽然没有大爆火,但这些年,大家却总能在荧幕前看见她的身影,其实,她不光在荧幕面前营业积极,在线下的营业也是没落下,前不久李庆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了一组照片,并配文分享了自己对恋爱的一些见解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段文字,恋爱不需要人设,两个人可以共同树立一个美好的目标, 李庆分享了自己对恋爱的个人感悟后,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网友们的热议,短短一天的时间,就有一万多条评论和两万多的点赞量,从照片中看,李庆身处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,光线很暗,她穿着一件深黑色的大衣,一头雾黑的长发自然地散落在肩头,看上去有一种妩媚诱惑的感觉,她背靠着墙壁,旁边还有一面镜子,加上她那迷人的表情,足以让众多男同胞们留恋爱, 简直就是网友行目中的梦中情人,大家都知道,李庆曾经参演过很多的电视剧,比如《中国一生》,《微微一笑很清晨》和《温暖的抱抱》等,其中最让网友们印象深刻的是《中国一生》中,她饰演的向南方,在这部戏中,她把向南方这个人物的角色,性格演绎得非常到位,让许多观众至今对她仍印象深刻,她也是凭着这个角色,让许多观众更加看好她的演技,如今,李庆在娱乐圈中, 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,也出演了很多惊天好看的作品,而且她的人气和口碑都在持续上涨,加上她那超高的颜值和出众的气质,获得了许多观众们的认可,期待李庆给粉丝们带来更多优秀好看的影视剧。 当然,除了希望这些演员可以给大家好作品外,想必大家和小编一样,更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在千余年二中,给大家带来好的呈现,也希望这部剧和大家能够早日见面,也算是给网友一个交代,大家觉得呢? 好了,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,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,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,咱们下期再见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